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開桌 白線桌也很開心 南北韓是固自然 四隻腳是甚麼來的 美國一定的 有分打打獄金的 俄羅斯 不用問了 日本也是 不是說不關事 然後原本有份簽優戰協定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 就不去哪 這個很願意 我跟朋友都在談這個問題 今次這個集金 不不不 金金和青春就在這個 就在這個新加坡 算不算Honeymoon 還要這麼浪漫 聖淘沙 包了整個聖淘沙 幾毫 幾毫 包了整個聖淘沙 我覺得青春這次有機會 我拿這個和平獎 真的開玩笑 世紀大戰 終於可以在新加坡 纖和約 和約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 那就麻煩了 到底中國甚麼身份 很尷尬 小公也在這個 不分別看 就是決戰過Facebook 說的了 說的了 都爆了了 剛才我已經露了少少玄機了 當年韓戰是非常搞笑的 中國無緣無故要介入 原因就是金根國的阿爺 金日成 成大將軍 在這個二次大戰之後 這個和約的安排下 其實也不能夠說錯了 technically speaking 如果站在朝鮮民族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說 你不能說金仔阿爺是完全錯的 因為當年日本侵略了韓國 整個朝鮮民族的立場 連同東三省立場 整個大東亞共榮圈 而這個東三省變成滿洲國 而滿洲國和朝鮮的民族融和 都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整個東三省和東北亞 日本主導了 大東亞共榮 當然朝鮮民族分子當然是不屈的 是正常的任何 變成殖民地當然是不屈的 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屈 因為超級年輕人會屈 於是反抗日本殖民的人 組成了自願軍 真是打日本 二次大戰之後 蘇聯就動手 就打日本 這個蘇聯軍很詭惑 應該這麼說 已經知道他要抽水 明抽水 因為德國已經投降了 日本已經被人炸完原子彈了 那還不是時間收割 你一吵拆 說收割 左翼分子最厲害是收割 這個最左紅到發尺的 當年的紅軍 揮軍南下 就佔領了日本北方四島 以及驅逐了日本仔 離開東三產 乘機支援共產黨 好像是過癮的 所以戰後的和平安排 好像混亂 尤其是在東北亞 結果令到金日成 在朝鮮坐大 得到蘇聯支援 所謂的重型炭黑 現代武器 火炮 槍械彈藥 什麼都好死齊全 在這樣的情況下 由東三省東北 作為基地 包含中共 得天獨厚的情況下 起了國民黨美注 於是中共49年 趕了國民黨去台灣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事情大家都沒有留意 中國其實不能否認 甚至不能否認 當年共軍南下打國民黨的時候 有十幾萬朝鮮志願軍 很久沒有留意 不要以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是廣大 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不過中國人叫韓國人去打中國人 打得非常燦爛 跟歷代一樣 你會發覺不論是蒙古、滿洲 入侵中國的時候 總會用外族軍隊 因為跟當地人沒有感情 要多狠有多狠 所以這段歷史 中共來計算是難於啟齒 日本皇軍侵略大陸的時候 都有很多韓國 是一樣的 大陸、大陸、共榮、黃文化 所以台灣兵、韓國兵 是有參加日本皇軍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句話又好 他寫冷血 不太理你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後來 朝鮮人民志願軍 幫中共打了江山回來之後 感恩徒報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覺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其實中共對朝鮮是FRIEND的不得了 的確是紀錄在案 你真的欠了別人很大人情 血盟的兄弟 血盟的兄弟 不是說感情不說感情的問題 是有筆債要還的 這筆債有多大?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筆債大到甚麼情況呢 就是去到僵持一段日子後 1950年 即是49年搞定了大陸 然後紅色指揮鵬斯大林 就企圖照版主援 蓄使金日成徽軍南下 趕走南韓和美國佬 統一了朝鮮 希望整個亞洲 全紅霸了 赤化 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佬當然是不老理你了 因為國民黨原來可以 兵敗如山倒走到台灣 大家天下大亂 驚到不得了 赤化 韓國變成了整個反抗赤化的橋頭堡 前線基地 然後 1950年 金日成徽軍南下時 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蘇制武器 在很短時間之內 差不多將南韓滅了 在這個時候 戰純麥克夏七 虎山登陸 虎山登陸 兜督將一夜截尾湖 將金日成所有的部隊 他迫到氣械 即是落荒而逃 全部都閃回北韓那邊 這個時候 就是那一句 社團要還債 社團要還債 說起這個所謂中國介入是甚麼時候 麥克夏七揚言 要踩過阿瀑江 原因就是 這樣的人成的確 帶了一個阿瀑江對面街 雖遠別智 只是美軍要緝拿 在美軍要緝拿頭號戰犯的時候 他就閃了鴨綠缸 即是偷渡過缸進入中國 那怎麼辦呢 蘇聯就看著 又不方便出聲 毛澤東在自己的地頭 大陸是債主來 還還是不還好 然後美國人在那邊 虎士丹隨時倒光要打中共 麥克夏七 簡直揚演 不介意用原子彈 確保你中共不可以赤化大陸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僵持得很重要 於是這個時候 就出現了很神奇的情況 第一次正式用這個所謂 代理人戰爭的格局出現了 為甚麼代理人戰爭呢 在朝鮮戰爭裏面 你見不到蘇聯出面 所以它是綠方會談有他的份 大陸法的簽和約有他的份 因為交戰各方裏面 是沒有蘇聯這一方 好過癮 是沒有蘇聯這一方 問題是大家都知道他有份 只不過他見不到 尤其是空軍 沒錯 其實是叫空軍 所以為甚麼美國人 過不了鴨陸崗 沒有那麼容易過鴨陸崗 因為當時美國人 有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叫做米格酒郎 McAlly 甚麼叫米格酒郎 整條鴨陸崗是空中封鎖的 但凡美國的空軍 企圖追擊北韓的殘兵敗將 過鴨陸崗的時候 就會不知為何 飛米格戰鬥機出來 就和你糾纏 所以基本上 美國的制空權 只是限於朝鮮半島 就過不了鴨陸崗 他沒有辦法 看看你機艙裡面是甚麼人 那時候 另一個所謂代理人 沒有辦法不出口 就是毛澤東 但他也沒有辦法用解放軍的名字 即是中國介入 於是鬼鬼罵罵的 他弄了一件事 叫做中國人民志願軍 鞋人也就是中國的正規軍 不用問了 但是他不方便用自己的名字介入 那就用志願軍 那志願軍 你管他是朝鮮人還是甚麼人 可能是滿洲人 總之他叫做人民志願軍 志願軍沒辦法 即是等於塔利班 也有個說法 從後來的戰俘來說 即是頭一陣 用來做人藥統牌那一群 炮灰 很多是國民黨的行兵 是 所以這一下又是千古其冤 你以為有好日子過 不用知道做炮灰 早點行戰 所以人海戰術使用的時候 這個另外可以慢慢解決 我先講大型勢 大型勢就是 毛澤東 都沒有辦法說中國介入韓戰 唯有作一個名字 叫做人民志願軍 人民自動發起 可能是韓國僑民 不知道是誰 總之不知為甚麼 他拿到武器 又可以過到江 又可以突擊美軍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 在韓戰和約裏面 所謂與約方簽約 有一個近乎是民兵組織的單位 自己普通也是簽約 那叫做人民志願軍 但不是代表中國 所以更曲折離奇 時光轉移 到現在 你說中國 是不是與參戰國 他又沒有份簽和約 那憑甚麼說和約沒有了他不行 這是很原意 所以為甚麼忽然之下 上次扔了這麼過令的訊息 提醒大家 思想溫習 brainstorm 到底毛澤東 肯定不會承認 習大大是否有算毛澤東的仗 還是習大大是想含他於不義呢 如果是 當年侵略朝鮮的 真的是中國 先說一說 在美軍一方 其實他的名義是聯合國部隊 是啊 真的不是名義 是真的 是聯合國授權去打 就是他 他是聯軍不順 明正不順 當然也有聯軍 但主要大家知道是美軍參加 但他的名字的確是聯合國授權 有英國有加拿大 有很多人 所以真的是聯合國軍隊 所以當時根本還未是聯合國的席位 還在中華民國 就是民國 所以當時 參戰國裡面 簽約的美方 不是叫美方 是美國的指揮 是代表聯合國去簽 搞清楚這件事 所謂參戰國方 其實是美國代表聯合國去簽 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今天有人出來說 沒有我不行 是否意味著當日有個戰犯 就向聯合國 自首 良心發現 厲害 有人自首 是 歡迎 問題就是 我又爆了一句 你是自首的 那美國人大條道理 不去制裁金金 因為戰犯不是他 戰犯是中共 制裁中共 對北韓的制裁 應該推給中共 這樣才對 你要參與今次的和談 首先第一件事 行 出得來 行 就麻煩要還 你想想 幾十年來 阿金金 阿爺 他老爸跟阿金金 三個人幫你揹了一隻鑊 幫你揹了一隻鑊 明明不是他 佔你才是 幾十年制裁 你完全沒有制裁 你好像不太對 地面部隊很清楚 一定是大陸出的 是人都知道 人家打死不認也沒辦法 問題是 交氣交傳套 簽紙那一刻 都寫著人民自願軍 不是中共 又不是中國 甚麼都不是自願軍委 是民兵 客氣班 那你怎麼搞 如果你肯出來自首 就好事 呼籲出來自首 從輕發落 抗拒就重現 合作就重寬 這明顯是一些 是環球時報說的 環時說 環時最開心的 坑海阿爺 所以今次的和約 為何沒有請中國去新加坡 一起度蜜月 故之前三個人 都度不成蜜月 現在兩個才可以 麻煩你 真的很尷尬 第三者 其實從來都是第三者 根本是明不正言不信 我怎麼請你去簽和約 或談和約 你不是參戰方 還有一個民兵組織 都沒有這個地位 沒有的 除非你現在挖回人民志願軍 即是挖回人民志願軍 叫他那些殭屍出來簽 沒有需要 因為他都不在那個國家 他從來不是國家人 是解散了 是 還是這個戰軍 是未解散的 對 我們想知道 究竟解散了 麻煩你繼續緝空 出來自首 這個時候聯合國 應該揮軍入中國 出華戰反 抱著怎麼說也會死 所以今次沒有辦法 就是當年毛澤東 那些謊話說得太厲害 你無法鬥 你怎樣可以說中國有份 先前的六方會談 搞清楚一件事 不是關於朝鮮簽簽和約的問題 是核問題 是核擴散的風險問題 所以所有周邊受影響的國家 都是有權利去參與 有份 這是受影響的 所以為何中國有份參與 不是因為中國作為參戰國的身份參與 這個所謂無核化談判 而是因為朝鮮的核爆風險 是會令周邊國家受影響 所以他作為潛在受害人 他要參與談判 是這樣的 所以 有些事不可以混亂 經常說外交無小事 香港人不熟外交 不要緊 問題也不能夠不熟歷史 熟歷史 你也不要經常看著某些版本的歷史 那些歷史人都瘋了 因為不用分攬那世 汉人、金人都是中國人 那文天祥怎麼辦 文天祥自己瘋了 想不開 文天祥等於吳亦開戲 你這樣想不開 你自己還在作家 你該死 他很明顯 名正如盡 大圓天下 影響了國家的和諧 沒錯 影響和諧 堅持用漢語 不說蒙古話 該死 分裂祖國 堅持說漢語 不說蒙古話 已經是蒙古的天下 都是兄弟 何必分成一輩子 人都瘋了 所以你說 獨力死不能夠不知這些 如果你作為一個 可以這樣跳跳跳跳 原宋滿也是活該死的 故之原活該死 戰犯是原宋滿 簡直是戰犯 開炮 怎麼搞的 這麼暴力也有 應該好好地坐下談 真是的 戰犯 所以變成為何 朝鮮現在搞得這麼搞笑 就是中國其實從來 不是以參戰國的身份 參與整個朝鮮事務的和諾 而是作為一個潛在 核爆受害者的身份 他只是無核化和諾 所以兩韓的中戰協定 其實是不關他的事 是不關中國的事 完全不關他的事 技術上其實 美國也不用參與 不過 不過他依然是作為聯合國代表 當日 當然是 很簡單的事情 當年聯合國授權美國的軍事司令 代表聯合國 三軍統帥操役打仗 代表很正常 如果只是簽了休戰協議 其實戰爭還未結束 還未結束 聯合國還未撤他的代表權 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今天特朗普去談 他作為三軍統帥身份 完全無可口非 除非你今時今日 又有人反聯合國 要撤除美國的代表權 好話可說 但未了 未了 即是休戰協定 是會用甚麼來取替 國際條約上的安排 就是 你一定會用另一個條約來取替 如果兩韓簽了一個和平條約出來 正式結束對此狀態 那就有權申請 向聯合國申請 要取消美國的軍事代表權 或者這個所謂 都打完 自動消失 沒錯 小心一下 unless and until 聯合國都確認你打完才可以打完 背後另一個很麻煩 到底中國是甚麼東西 你搞不定 為甚麼呢 如果你說 這個韓國和朝鮮戰爭的時候 中國是有份做代表 當時的中國代表是中華民國 是蔣介石來的 他的代表權 是1972年才撤 他好像有份授權美國罵你 他當然有份授權美國罵你 他是安理五強 他是安理會成員 發起人 五強 由1953年 1950年打仗起計 和約 即是休戰五三年起計 從來都是中華民國 正在用中國身份 你別以為沒有國民黨士兵 在裏面打 才是有份 不要忘記 所以你想想一下 後來到了五三年 多了另一件事發生了 是叫做三藩市條約 三藩市條約 真的是大日本帝國正式投降 那份和約 三藩市條約 而簽約國家裏面 極度尷尬 開始尷尬 有部分國家開始承認 中共是代表中國 還未曾入聯合國 所以現在是1953年 到了1972年 這二十年的時間 很尷尬地 不見了中國代表 這個也可以補充一筆 之前我們經常說 什麼叫做 恢復管治 又沒有放棄過 這個情況是出現的 你又精神 用中國 中國的官方表述 那個就叫做 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地位 是呀 怎麼恢復 因為之前本身應該是我 而你們這些混蛋承認中華民國 撤取了我的聯合國代表權 即是開羅會議裡面 蔣介石就白狀 沒錯 他就白狀 因為蒙特東坐在那裡 當然他實際上 他這樣說 他49年開始是我的 這個是他官方 而他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那49年至到 那30年 二十多年之間 其實就是 有一個不合法的政權 代表中國 但他坐在聯合國 坐了30年 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 就等於英國 他從來沒有承認過你的管治權 他不承認一回事 他坐在那裡 沒錯 那個政治正確的史觀表述 你自己翻查大陸的官方表述 即是政治正確 和精神正常的兩回事 沒錯 即是精神正常的 你清楚 是叫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意思就是說 中國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代表權的 那問題是聯合國的文件 不是這樣寫錯 即是聯合國的錯 用歷史的角度 和史實的角度 就是那二十年間 全世界都不承認你中共 承認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那個政權 才代表中國 未承認你 我只這樣說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 充其讀他未承認你 那二十年間的確 而且那個史實就是中國的代表權 是由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行使的 是啊 縱使他已經失去了大陸的實際管治權 OK 需不需要不需要 政權和大陸管治權是兩回事 他還有一個領土在台灣 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自由法國 帶高樂的自由法國 當時很明顯就是 他是失去了法國的管治權 但是人們承認他 在倫敦 法國政府在倫敦 只不過後來 這個時事就按照 這個後來的事實的追形 就慢慢 在那二十年間 他就叫做 即是那二十年 但事實上 你都不能夠說 那二十年中國是沒有代表權 是由中華民國代表 但是這個所謂政治正確的史觀 他就要將這些不符合他的史實 扭曲 就等於英國從來沒有殖民管治 比香港一樣 OK 變 就沒有了 即是他說沒有 因為他說他不承認 你不承認 我沒有放棄國理的主權 這樣 所以不是政治正確的人 和精神正常的人 是兩種人 沒錯 你要政治正確 不可能精神正常 這麼簡單 很奇怪 即是史實和政治 那個陳詞 它是要統一起來的 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當然是老鳳都說我49年開始應該有代表權 這是一個政治的 你說你應該而已 政治的立場 即是胡尼貞睡了你老公的床 睡了很久了 很開心 不過你是大婆 你第一次都不是大婆 那是那張床 沒錯 即是你以前霸了那張床 由上床的人計起 即是他 這個比喻十分之好 就是這樣 對 他回到一旁 胡尼貞就說 他之前已經霸了我的床 是大婆霸了胡尼貞的床 對 那床應該是他 因為事後他結婚了 後來他踢走了大婆 是無事 你不能說大婆從來不存在 對 那我二十年之間 大婆睡在自己床上 是很合理 對 還生了這麼多子女 那些應該是我的 他自古以來都是我的弟女 自古以來大婆的小孩子 也時我的 真是厲害 這就是床自古以來的 對 精神分裂 國內就明白小三是一回事的 讓他們自己處理一下這件事 是 清官難審家庭事 那你精神狀態如何 更加判斷不了 那問題就是那晚的朝鮮 朝鮮問題就是 中國在那幾十年裡面 都沒有身份 明明 所以很過癮的情況 如果你現在堅持 說中國要有份 那是不是1953年的中國 如果你說1953年的中國 蔣介石在棺材裡面 在那裏造反 他想出來 召喚他 召喚蔣介石 問他 OK 如果你是中國有份 簽休戰那下夜的時候 中國在聯合國 還是不僅在台 很簡單 就是在聯合國 安理會成員國 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不要說 改變歷史 事實發生了 除了在平衡宇宙裡面 你可以忽然跳去 第二面 我想中共是 跳過 實際上他都已經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即是 你在四度空間 任你怎麼玩 所以你先找哪個中國 出來認數 唯一可以 相對現在清楚的 就是 如果中共說要認數 如果他說是參戰方的話 就可以了 戰反自己自首 大家應該現在開始恢復制裁中共 作為韓國的侵略者 不關金針事 一乾二淨搞定 很清楚主動的一方是北邊的 主動的一方是北邊的 不是南方要統一 就是北方 即使是三藩治和約 三藩治和約的重要性 是什麼 其實是有處理到韓國和朝鮮問題 就是因為 戰後的開羅協議 不知為何不是毛澤東 蔣介石坐在他的位置 霸位坐 霸位坐 霸了他 蝕巨了他代表 蝕巨開來代表的位置 說話不算數 不過當時大家說算數了 你信不信 總之他信 開羅的協議 去到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去到五三年 三藩治和約 最重要的論述是什麼 就是日本 要將他所有海外侵佔的領土 吐出來 如果是不清楚的領土 就交由聯合國托管 而托管安排 是誰佔領佐在先的 就由他托管 所以這是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為什麼這個琉球 沖繩島 會變成是由美軍佔領 去到1972年公投的時候 才歸回日本呢 因為當年的確是屬於日本本土以外 日本侵略回來的琉球國 改為沖繩 是一回事 問題是根據這個開羅協議 根據這個聯合國的安排和三藩市 和約的確定的話 這個沖繩島 或者琉球這個地方 是托管給聯合國 而當時實際佔領美國 代表聯合國 去行使托管權 在1972年公投的時候 那些沖繩人的投票 歸順日本 就是這樣來 而同時處理了一件事 也都處理不完的 就是包括這個韓國 因為韓國擺明是他打回來侵略回來的 當時所謂還原或反還的 當時佔領韓國的聯合國代表 就托管 然後安排他自己獨立於日本 很明顯的 但有一個地方是搞不定的 叫做捉島 或者日本叫做獨島的地方 日本說這個不是屬於原本韓國的 韓國說這個原本不是屬於日本的 也是自古以來的 打鑊金 但是韓國人就很僵 自己衝上去到處 那一棍勾走了日本人 所以佔領實際變成韓國 日本沒有聲音 現在還在爭議 但是太極旗就插在這裏 韓國人吃得人心多 比較僵 所以整個朝鮮半島 是一個還原當中的狀態 所以解釋為何 去到金日成那下爺 這麼僵僵 韓國一向都很好的死僵 不讓你聯合國正式有最後決議 就揮軍南下打走你 原因就是它說你非法霸佔 造成既定事實 誰佔領了就有權去托管 你不能夠說它是錯的 最過程的是 金日成不是用外國人的身份 這個很大分別 他不是用外國人的身份 他進攻南韓的時候 真是說自己就是韓國人 是內戰 不關你外國的事 很難搞 當然美國說自己是死 總之聯合國未有裁決 他就是聯合國的代表 他就是讀賊 所以讀了幾天就這樣了 但你看看三藩市的和約 那個與約方 其實的確是講清楚 韓國是自己要搞斷的 是還原給韓國自己搞的 所以這次一系列的事情 解決了很多歷史原案 第一 是完成了你開羅的協議 第二 是完成了你三藩市和約的協議 第三 完成了你兩韓交戰的優戰協議 這也是一種結果 兩韓分戰 以及不止是解決了金金的核彈威脅問題 如果你有一個人 真的不說話了 有一個人 可以在幾年之內 處理了七十年 是世界搞不定的問題 我看不到為何他不可以拿下去獎 奧巴馬什麼都未做總統以後 奧巴馬自己說了不好意思 他自己明白什麼事 喂 如果你純粹有一個客觀歷史事實來看 一炮過 將這個幾十年的問題 一年之內解決了 喂 你不拿諾貝爾和平 我一講不過去 是處理了一個懸疑未決的問題 是很多懸疑未決的問題 由你開羅協議 去到舊金山和約 去到你兩韓交戰優戰協議 去到現在的無核化談判 一次過解決了 你想怎樣 大佬 這是好一個懸疑 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評論 這件事 至於是談不談成的另計 可能總之是鬧運 但是上次我已經講過 這個所謂以和為貴的問題 你跟那個大佬 就全家富貴落齊 你跟我 就保你榮華富貴 金仔開出一個條件 就是想美國幫他起賭場 不止 開了聲 真的 旅遊業不能發展 不止旅遊業 只是投資 其實韓國試過做 這個所謂代理人 和平代理 不是戰爭代理 開了一個叫做開城工業區 對 對 兩韓邊界開了開城工業區 韓國真的有很多企業 在這裏做生意 只不過地位未定的時候 忽然之下 突然之下開 搞得很尷尬 如果真的兩韓達成和平協議 很明顯開城工業區的模式 就會無限放大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兩國已經達成了 一個和平共存的協議 這下就有一點石破天驚 為什麼呢 雖然金仔說要繼續強硬制裁 不過 如果北朝鮮已經接受了聯合國的和平條件 兩韓簽了統一和平協議 你沒有必要回答他 還有就算不統一也沒有所謂 因為兩個國家已經是互相承認和平 統一有另一個大面積 你聯邦也時統一 所以不要忘記一件事 德國的統一一種統一 就是兩德國界線分了 完全將東德取消 將德以致人民共和國 德以致民主共和國 不好意思 德以致民主共和國 拼入西方 所謂德國聯邦的範圍裏 將它原本的邦也沒有變 只不過邦的中央政府 不再是東德那個 變成西德國的意思 德國的統一模式 就是因為它有很強的地方政府 然後要改 只不過將地方政府 歸屬於聯邦 或者那個聯邦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德國也是聯邦 不如忘記這件事 韓國也有可能採取 另一種聯邦的方式 或者是幫聯也可以 鬆散這個叫幫聯 俄羅斯叫幫聯 獨立國家聯合體 俄羅斯正式名稱 不好意思 叫獨立國家聯合體CIS Common 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就是CIS 它裏面每一個所謂成員的國家 所謂把原本的主權 交給聯邦托管 俄羅斯都是聯邦 不要搞錯 所以逢多別說錯 是鬆散一點 叫幫聯 並不是聯邦 實質分別不一定很大 兩韓也有可能採取同樣的方式 由北韓的所謂 北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 就變成這個北朝鮮人民民主自治省 韓國大韓民國 就可能變成大韓民主自治省 事情像這樣 他們自己談好 可能有聯邦出現 大家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會有一個低度融合的聯邦 因為特朗普開了一個很過癮的聲音 一國兩制 不止 很過癮的 超過癮的 特朗普說了 是尊重你的政權 死了沒有 即是保證你金家 美國 保證你還沒住 這個真是最重要 金仔當然是拍攔手掌 他怕就怕這件事 他從來怕就怕這件事 北朝鮮的軍隊也是怕這件事 怕你打他 你又不打他 你又不打他 你想怎樣玩都可以 給你錢 有什麼好處 他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也不用保證他千秋萬台 保證你金仔在位 或是我不推翻你 應該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搞 我不會主動推翻你 你搞不搞得碰你的事 那問題是 衝擊人家科 就是如果你兩行 採取所謂聯邦或幫聯的模式 肯定休戰 肯定停戰 北朝鮮的所謂存在意義 就會發生很重大的變化 他肯定要行民族主義 但是那種民族主義 肯定不是戰爭對外那一種 因為金仔和以前蘇聯和中共 差不多採取同一個策略 總之是拼命貌 美帝會侵略 亡我煎心不死 亡我煎心不死 於是他強行軍事管治 於是剩下一個事 你沒有了軍事威脅之後 他肯定要交出另一張牌 極有可能他加一張經濟牌 那美國的計算是很過癮的 北朝鮮有多少人 你明白嗎 況且有人認了數會養他 現在叫南韓 南韓很開心會養北朝鮮 我不知道 正正跟德國統一一樣 德國當年 是馬克一對一 賣給你東德 很重要 如何統一 確保你們這些人 不要有任何介替 不要分離到 連貨幣都不統一 什麼都可以統一 任何條件都答應你 為何德國有很多錢 當年德國統一東德 用的方法就是 德國馬克當時世界最強的貨幣 和東德馬克最弱的貨幣 一對一 當然幾多東德人發了彈 你打算東德馬克對西德馬克回來 發你的彈 所以這個個案 有一齣戲可以看回 《再見年齡》 《再見年齡》 那樣也可以 我相信《朝鮮》未必可以這樣搞 因為你的文化差距太大 始終有 那個基礎我看很遠 衝擊會很大 所以 川普保證你 政權不騷擾你 你一旦開放很嚴重 小朋友發現原來漢堡包不是金仔繁明 很傷心 很傷心 原來漢堡包不是金 第一個上課不是金金鵝 很大件事 所以北朝鮮才發展很奇怪的逃兵事件 軍隊不是半變 而是逃跑 跑去南韓看甚麼 要看女團演出 要看少女時代 受不了你 就是為了這些事 如果出現了少女時代統一北韓 那會很嚴重 我想金仔是最後一件事 心理負擔 如何令人的心理衝擊沒那麼大 如果要和平狀態 沒有戰爭狀態 管制基礎會完全不同 管理政權基礎會很不同 未必一定會推翻金金 未必一定 為甚麼 說真的 餓鬼了這麼久 有飯 你還做甚麼 看一看輪郭也知道 你的經濟開放 我就算拼了你 29年前拼了你 我只要繼續給你飽飯吃 你會見到自己的經濟發展 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話可說 第一 人不是那麼多 不要誤會這件事 就算真的解除大部分武裝 解甲歸田 其實是有好處的 旁邊消息的小導師 大家不要吐心 所以應食不煩 那個逃兵 旁邊看女團 後來接受 檢查 看檢查 很正常 你要買保險也好 乳丸也好 營養 一盆骨 明知道你不夠營養 但除了不夠營養 更加恐怖的 甚麼加貨 他已經是軍隊精英 也就是說 全國最好的供應 和糧食 和衛生設備 都給了他 而他居然 好像第三世界的人 這麼不堪 是生蟲生得好 會死多 又可否想像生蟲 甚麼一回事 即是說那些 腐屍 甚麼都吃 生蟲豬肉 總之吃得下死老鼠 我懷疑是死老鼠 吃老鼠 真的吃得下海便吃 不知道他吃了甚麼 總之很恐怖 我們未見過 那麼罕有的寄生蟲 任何文明國家都不會有 那個朝鮮的逃兵 身體裡是有齊 所以北韓已經去到一個不可能持續的情況 你只要真的開放給他救濟品 他已經解決了內部矛盾 他已經解決了內部矛盾 軍隊 基本上真的可以解隔龜田 不需要打仗 這是一個很過癮的局面 況且你要收買北韓 不是那麼貴 只要開放不敢制 已經搞定了 北韓有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雖然農業落後 生產落後 很多人落後 另一件事就是因禍得福 怎樣呢 就是幾十年的封閉環境裡 絕大部分的資源是未經開採的 大部分的資源是未經開採的 礦產和森林資源是未開採的 況且海域封了那麼久 所有的漁業和海洋資源都是未開採的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 那你就想想南韓這個勞工短缺 資源缺乏的國家 忽然之間你送了一個跟他一樣大大大小 而資源豐富的國家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想想南韓一定開心得很爆 所以肯定是設廠先行的 家庭權聚跟著第二步 但未必會政權更替 未必會真的開採 這個勞工短缺乏的 一定是不讓這件事發生的 而我覺得美國人也未必會操資過急 免得亂 老實說 美國一向都不在乎你是哪種政體 要不在乎你是外交的 你先行 只要我將你從中國那裏挖出來 而且是我的朋友 這下才重要 叫了你的馬仔 中國現在宣露爆 習大大宣露爆 所以為何還是要扔出一句 你沒有中國參與 你就不用知道有和平 你靠眼 同時間應該還發生了一件事 美帝將會將航空母艦 再次駛到台灣海域 對呀 這個象徵意義很大 就是你不用知道 台灣有航空母艦 所以我想這一刻 暫時未到 因為你數牌而已 如果川普真的可以這麼快 一年之內做了史無前 你解決了北朝鮮的問題 將它由中國的保護國裏面 拉出來去聯合國的範圍裏面 下一步你都猜到 就當然要動你南海的 不用客氣了 明白嗎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人就穩定局面 就肯定和台灣攬頭攬頸 預料了 這個所謂一地兩檢 就台灣先走 香港未一地兩檢 台灣走了 台灣直接可以過美國 至於跟著那一步 軍售已經改了 軍售已經改了 軍售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 不是一個禮物包賣給你 之前很煩 台灣和美國買武器 每次都要寫齊清單 整個清單要國會一次過 是煩到你瘋 現在川普做生意很厲害 反正都是賣 你不用整包東西要一次過申請 你逐件申請 你買坦克就坦克合同 你買飛機就坦克合同 現在已經容許了台灣 開始參與做潛艇和戰艦 所以台灣的緊密程度 已經很容易貼 另外開放了另一種解禁 日本 你有沒有發現 日本現在開始自己做JG 戰鬥機 包括在內 現在部署了F-35 所以基本上 整個東北亞都已經做好作戰準備 先前那個所謂借口就是金仔 這個北朝鮮核彈 我們一定要重新武裝 準備對付北朝鮮 如果北朝鮮已經舉手逃亡 即是攬頭攬頸和平共處 棄陰投名 棄陰投名 當然會動你那個大本營 大本營也不會這麼快會動你 肯定會動你南海先 不用問阿龜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不會這麼快有和平 問題是以北朝鮮的進度來計 和平掌 我覺得應該都是屬於侵侵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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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就牽涉到第二個話題 就是剛才上司也說過 經濟影響都很大 又來了 上次《蕭公》都劇透了 劇透了 就是中國裏面的經濟問題 上次劇透是甚麼加科 是金融業的朋友 今次都是劇透金融業的朋友 又出賣你們的哈哈 上次說到債務為約開始了 今個星期就說到 是連鎖發財 是火燒連環船 包括華為已經取消了發債的安排 原本華為不停發債去擴展 記不記得上次刀爆 中興刀爆 是他帶頭 我抄襲他的 他帶頭 我跟隨他的 所以華為馬上出事 你猜不到這麼快 而華為停止發債之後 大家已經在掃手指 他很快會休克 缺氧會休克 缺氧會休克 沒有錢會休克 就是這樣 然後連鎖休克 上個禮拜已經說了 中國能源儲備總公司 又已經違約了 而拋出一句 看著 果然陸續有來 現在另一個你看不到這麼過癮的地方 Facebook也爆了 自己爆了 中止合作 原來跟聯想都有合作關係 Facebook如果用聯想的手機 聯想是全看的 所有保密資料都送給聯想 你猜下一個會否投聯想 你想到不用問阿貴 所以連鎖反應下 中興死鬼了 華為快來缺氧 聯想肯定是下一個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華為那個麻煩的地方 一家科 原本有份參與澳洲 為了一個光纖和數據中心 華為不可以參與 不能投標 中興戶之前不能 華為也不能 所以整個 崩口人記 崩口碗 厲害了 我的國內所說的所有東西 是逐件被人抽出來打你 而打到什麼地步 年代這些債務違約之後 銀行之間已經開始 拋售潮 你還未擠提 銀行自己會擠提 你看不到 告訴你 有很多 先前借了錢 給中國這些頂尖企業的銀行 拿著你那個應收帳 它不能夠迫你 它不想那麼迫你會死的 但你肯定快要休息 那怎麼辦 它把應收帳賣給人 現在正在賣這些應收帳 也就是說 有很多人已經在跳船 如果銀行已經在跳船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呢 銀行正在擠提 小心一下 銀行正在擠提中國 也就是說 先前所有中國制度2025 所謂尖兵 即是Vanguard 尖兵 尖兵部隊 還有所有在厲害了我的國 裡面出現的國家品牌 逐個打 逐個被人追債 就算現在不追債 追出面 起碼已經斷了你新債務的供應 你沒有新債務的供應 你糖水滾糖魚 我看你很快會缺氧 未曾到它真的會倒膽 但是又看看 極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呢 北京要印人子 北京不能這樣不印人子 因為現在不給你新錢 你固自然那群債務要用錢 誰會給 第二樣東西 好了 如果那群債務不單不給你新錢 等於你還夠債 你到期要還的 誰還呢 明白嗎 所以這一下就抽得很緊張 國內也已經出現另一波的走資潮 是去到什麼嚴重程度呢 澳門的朋友 我們麥卡夫人 真的直接感受到 所有賭業股都直線在插稅 看不到 但大家明明為什麼 原來連信用卡提款在澳門都停了 先前其中 落雜放狗 先前有一個所謂暗道陳倉 後門是什麽加科呢 澳門照顧一下你 總之我不要打那麽重手 你要走 我就走 地下全裝都經過澳門 怎樣走法呢 中國其實沒有所謂信用卡 搞清楚 中國是沒有信用卡的 因為它沒有信用 怎樣可以有信用卡 中國的信用卡 全部都是付款卡 也就是說 你如果在國內的戶口 放下10萬的 你在境外用信用卡 可以用10萬 用得不行 不好意思其實是提款卡 其實是提款卡 不是真的信用卡 信用卡的意思是用別人的信用卡系統 結算呢 只不過是用系統結算 用別人的信用卡系統結算 國際可以結算到 但實際的 找數呢 國內要有錢在那裏 那你境外撈爆卡 難道境內不可以抽錢出來撈呢 很正常 對不對 問題其實就是造成了一個 所謂走後門的渠道 走資的渠道 大家去澳門拼命撈卡 澳門拼命撈卡 澳門就發覺通街當舖 不是真的大家沒有錢 要找東西去當 現在當舖裏裏面 你可以撈卡 現在人行說明了 你夠膽再濫用這件事 連當舖的卡機也會收起來 線也會剪起來 所以一出現這個消息的話 就確保這些傢伙 不可以經澳門的後門走錢 賭業股會發生甚麼事 你不要以為賭場沒有份才行 那些泥馬是甚麼回事 搞清楚 你不懂得玩 阿叔搞清楚 你不是賺大錢 澳門是很過癮的 認馬不認人的 認馬不認人是甚麼意思 我入場 買下10萬的籌碼 我離場 不一定要 我輸了都可以 總之有人拿著這100萬籌碼 就可以換錢就好 當然政府是收足稅的 入一刀 出一刀 交足賭博稅 你真的要賭錢 你輸了 沒有錢 那你賭錢贏了 交稅 那這個是稻毒費 明白甚麼事就算了 十幾二十年 阿哥已經退休了 再爆些精彩的事 中央未必知道 聽到節目 很難做這件事 請 那位阿伯 臨退休的時候 希望找個好人家 拍馬頭去找一份工作 那份CV寫著甚麼加科 他有三張卡片 三張卡片 他退休了 所以大家不要追究 第一張卡片 是澳門娛樂公司 幫何生打工的 OK 公關主任 即是被捕客 第二張卡片 第二張卡片 是某個中國銀行香港 駐澳門代表 有 順泰部 兩張同事出現 第三張才轉 你不要說香港沒有份 香港有一間證券公司 三張卡片 想想 好合理 好合理 即是等於這個 做收車工人 袋裏代了士巴拿 好合理的一回事 所以大家隻眼看隻眼閉 就無所謂 大家滿聲發財 我們明白甚麼事 OK 中央都明白 不出聲 問題是落閘放狗 不讓你再玩這招 大家可以感覺到 國內的風聲學累到甚麼地步 怕隨時不夠錢去周轉 銀行怕你擠提 是擠提到這個地步 落閘放狗 去澳門錄卡 都不讓你錄 之前在香港那些人 不停提款都提了幾十億走 現在又進了一個新招 就是說不讓你入這麼多人民幣 入貴原機 大哥 不是提款 是不知為甚麼 有這麼多大媽 拿著幾個尼龍袋 一聲 不用經理櫃面 總之就是那個 全貨機 就是這樣入 很機械人 入了一袋 入了一袋 終於落閘放狗 不讓你入 不讓你入 是甚麼光潔 你入錢都不可以 你私人戶口入錢都不可以 為甚麼 大哥你的錢怎麼來 跟澳門錄卡一樣 這麼多錢轉來轉 發生甚麼事 香港那邊 中資銀行 落泰閘 就不讓你這樣入錢 即是你要解釋 即是要櫃面解釋 解釋為何要這樣入 其實這件事 你也看到 側面 側面看到甚麼加貨 中國裏面的風聲學旅 都很重要 你如何強壯鎮定一回战 銀行系統完全感覺到 但習大大不是沒辦法 只剩下一招 印銀子 我想預了一個印銀子 所以中國股市是屢創新高 香港股市是屢創新高 和印銀子其他招 我經常都說 香港上市 發股票 獨國秀 同股不同權 發股票 發股票 好像維港政策 頂你的肺 又要找香港來引銀子 給你使用 接下來那句 大家發國爛財 我是完全沒有心備障礙的 不過 你這些獨國秀也好 同股不同權也好 甚至你阿里媽叉 來香港再上市也好 麻煩 便宜點賣給我 我只要求這件事 我不會介意 你這些是否不義之財 你便宜點賣給我 等我們有錢賺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而的而且確是出現了這種情況 小米定價縮了一半 這麼簡單 我也未說小米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休克的對象 小米一定上市 就是盡快 越快越好 越過了 明天上市 為甚麼 趕著收錢 所以我覺得小米的價格還有下跌 不要緊 又是那句 我當然是怕你 雷軍先生 麻煩你懂得做 現在誰靠誰先 誰靠誰先 你搞清楚 我就不會給你面子 你來找我定價的話 甚至我幫整個銀行界開聲 我知道你有甚麼事 我都要賣過路錢 給多一點 現在不只過路錢 是保護費 麻煩你來香港上市公司 即是有保護 有保護還不交保護費 是傻的 香港沒有理由虧這些 沒有理由虧張 坐在地上 你罩著它 讓它可以拼命賺錢 有條生路 有理由不交保護費 應該的 過水濕腳 所以大家要留意 定價很好玩 但是股市會繼續上升 這樣才開心 這個騰訊又過 四百以上 經常說 國難財市值得發的 至今又有交投 沒有所謂 反正這些錢都落實在香港 所以你預期股市 繼續上升 不用再下跌 樓市股市也繼續爆 提款機是不可以下跌的 提款機是不可以下跌的 如果不是習大大按錢 那是哪裏按呢 你不是在香港按 中國按到 他只可以印銀子 他只可以印銀子 不停地印 是夠火的 水浸完就夠火 水慢就夠火 但是真正要賺到錢 他只可以經香港 所以你會發現 忽然之間又開了 所謂又是衛港政策 摩根子丹 你的中國A股指數 現在直接洋人作主 又是跟大清海關一樣 跟大清海關一樣 金融體怕你都不會玩 給洋人來玩 所以現在最吃香的 就是叫做摩根士丹尼的 中國A股指數 入魔就為之得道 就不是新鮮 那當然 入魔就得道 就發達 所以變成被他點中的 就說全部拼命狂炒 因為有洋人錢可以賣 這個跟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一樣 他公佈我們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但是美帝的大使館那個 才是真的 所以變成很過癮的情況 又繼續出現了 我上次也說過 馮博就插了一聲示威出來 滿清的 你怎樣也說他喪權辱國也好 都起碼被人打到口腫面青 不夠人打 才叫做簽和 要跪下 中共就不是的 很聰明的 預先跪下 還要反過來幫忙 如何合作化 上次也說過 中興到最後 解除休克狀態 怎樣解除休克狀態 已經接受了罰款 接受了各地賠款 不跟你爭 繼續入你的芯片 繼續給你錢 然後最清楚是 管理層換人 黨委書記也炒鬼了 換一個美國認為可以接受的錯 中共陰點的人要美國核准 誰真是太上王 另外還有美國最新的和約 城下之盟的甚麼家科 不單止說你後台的合規人員要換美國認可 現在是說美國商務部的調查人員 隨時不用任何公佈或條件 操入你中興檢查你有沒有違規 你只想想 滿清海關交給洋人管你一回事 你有沒有見過 紫禁城的禁衛軍 是會由八國聯軍檢查你武器的 跟繳了下有甚麼分別 很精彩一下 就是 這個滿清 即使他是靈藥外契不與家勞 都起碼會奮起橫抗 被人把到口腫臉青 因此這一點 我依然是尊重滿洲人 問題是 現在中共那些人全面開放合作 真的開放得很徹底 所以中興基本上已經變成美國殖民 以後發生甚麼事 我不懂得說 在說楊慕的六月 六月六號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就是袁世開的死記 是嗎 這麼精彩 16年的六月六號就是袁世開 三條路 真是魔鬼數字 其實他是現代中國之父 1916他是第一任大總統 拒迫滿清聚為 滿洲李鴻章的楊慕其實是由他接手 他接手故自然 中國現代的警務 小暫練兵 中國現代的威士 也是他 規張制度是他搞的 這個也是洋人信得過的 如果大家看回歷史 就想要我們看國民黨 在共產黨之後的史觀 就不斷將他矮化 因為他傻子清帝 但是其實在他清帝之前 其實所有列強 其實都是承認 他才是中國代表 而不是孫大帕 的確是清帝信為趙 他都寫到明是陰點 總理大臣袁世凱 去統籌建立民國的事 的確是這樣寫的 政權和平交接 你不能說不是 所以你看看滿清 其實他在紫禁城裡 仍然是維持他的王姬 中華民國嚴格上來說 是沒有將清帝劈頭的 沒有的 是很和平的 並沒有格拒命 是很和平的 並沒有格拒命 是後來他自己 傻了不知道做甚麼事 也不算傻了 被迫逼走了 當時中華共亂 日本真的冷手 沒有辦法 對他來說 如果以普宜當時的命運 去到最後 在滿洲國之下 做過虛軍 其實只要日本當時 大致東亞共榮圈沒有死 其實他的下場不會太慘 是嗎 的確是 只是歷史在戲弄他 他永遠都是起錯方 他在長春是養尊尊 不是他起錯方 沒有格拒命 根本你不知哪個對錯 歷史很尷尬 所以大家看歷史 你不要太過熱血 有些事你真的要很冷靜 很客觀地看 沒有辦法 現在中國的國情 就是說 中共肯定會大量印鈴子 如我 所謂下一次 數到南海的軍事衝突 會發生甚麼事 我不信中共夠膽還拖 我不信中共夠膽還拖 有一個舉動金仔 可能是一個好的示範 他將幾個軍策打靶 金仔 他還要借那個才厲害 他借哪一件事呢 就是前國 沒錯 文澤 文澤 文澤問到國防部長要打靶 其實我們很想金仔來管香港 在這個情況下 文澤官員真的要打靶 頂你的肺 你漏鋼筋你又不打靶 脫脫你又不打靶 超脂你又不打靶 什麼都不打靶 死了打靶 我覺得我們應該引入北韓警衛 不單是打靶 拳拳 拳拳 太多年 狗都不如的人 很明顯金仔也在預備一個 很明顯 講一講 就是縮清了裡面一些和談的障礙 縮清了一些鷹派 這個是真的 看到的 即向美國交人 對 交人 投名狀 對 跟中興那些沒什麼分別 其實都是 中興木不用斬塔 交錢 操隊兵 隨時檢查 完全不可能有秘密 嘩 美國政府的美國企業都沒那麼厲害 因為如果金仔真的乾坤獨斷 我就要走一條完全不同的 即是真是突破 完全 其實會有一大堆體制裡面的 即是 綁在一起的人 其實他真是害怕的 因為北韓你放下槍 你會有多少冤魂撲在你那裡 你想想 所以今次他會找美國佬做他 嘩 做他大哥 你什麼鬼是冤魂 大哥 美國佬在這裡 內部的事情 我就不敢說 會不會真的有這麼多冤魂 此其一 仇恨有多深 我不敢說 但是如果金仔對內開出的條件 都是等於這個 即是 杯酒色丁權 一樣大家榮華富貴的 未必一定有事 原因就是 如果你出來尋仇 很重要 以和為貴 既有秩序底下 你出來尋仇 你動得手 第二個都動得手 虛軍有虛軍的用處 虛軍放在這裡 大家和平共處 不會動手 如果你拿走虛軍 你起他未住 你做皇帝 為什麼我不行 同樣 南州北韓的人 會不會 瘋到這個地步 取而代之 不會 即是北韓最長的一天 北韓最長的一天 取而代之 只是一個後果 美國佬大條道 道理 歸國入陰 不用想 產平 他又是說與約方的問題 他是和金仔簽和約的 簽和約的 簽和約的那些人被人打倒了 他是否可以捉你戰犯 你想清楚 他是否可以捉你戰犯 你以為北韓的將軍會這麼笨 對 北韓也是在想金仔的事情 怎麼能夠保我 陷花不會富貴 對 軍非亡國之關 那我也是神非亡國之神 你以為滿朝臨 對 金仔能否達到共識 說錯 肯定會說 會說錯 如何保住大家 一個朝廷大家 榮華富貴 榮華富貴 是吧 全家都這麼富貴 榮華富貴 會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那群小子會否走路 美國拿綠卡 很過癮 我覺得鄰國已經有很好的示範 鄰國已經走了 對 真的挺和諧 美加華人家獎會 對 我想這一招都在喊 他看著他怎麼走 所以這群人不是愚蠢的 看著你中共所謂的老大哥 都不過是找美帝 照著你下一代有飯吃的 想怎樣 所以我不覺得中共 會為了南海而動手 這一刻 賭好大 賭好大 賭好大又是發國爛賽 之後 我經常這麼說 會發生什麼事呢 東南亞的股票會升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瓜分了一隻肥豬 你自然就會肥 東南亞的發展最大約制條件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件事 是中國因素 因為中國對東南亞 到底是支持還是剝削 大家麻煩想想 其實已經取代了當年的所謂列強 是將東南亞變成殖民地 即是民地 經濟層面 所以上一次 即是不老禮 菲律賓會做什麼事 我不買你的香蕉 這是一個策略 不是,菲律賓真的會害怕 明白嗎 我不買你的香蕉 我不吃香蕉 你已經很害怕了 慘了 那怎麼辦 我不吃香蕉就是你吃香蕉 我不吃香蕉就是你吃香蕉 即是用這些態度 明白嗎 另外上次又搞到越南排華 一數來數 原來已經有這麼多工廠 在越南排華 明白嗎 所以中國一向都用這些招數 是基美 東南亞 所謂東協 當時大家看著一件事 中國是最大的所謂客制 投資資金來源 很多東西都可以說 然後逐漸看到大家翻桌 馬來西亞是第一個 Dr.M翻桌 2000億的來起高鐵 你以為我是香港人那麼傻 是不是 我不是港豬 翻桌 我賠10億給你 10億 10億 訂購費 有多沒有資金 不要緊 所以你發覺東南亞都看穿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再用所謂一帶一路的概念去玩 大家就不是當中國是客人 大家就會變成中國的債人 而連續有兩個國家已經出事 要賣東西給中國 更慘於各地賠款 不是賣 賣也就是有錢收 沒有錢收 不是 簡直是租界一樣 租界 租界的港口 沒錯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是一個最大的港口 中國當時說要蓋 以為正有錢 原來不是 他蓋的 你給錢 他來蓋 他出了中國工程隊 中國建築公司 請了中國人 在斯里蘭卡 在使用斯里蘭卡的錢 斯里蘭卡要有錢使用 中國借給你 是中國借錢給斯里蘭卡政府 來找錢給中國借租公司 給了海港 然後我不放下船 那怎麼辦 你沒有生意 你破產 那怎麼辦 還錢 租給我 99年我不會交租 不過我當你還債 總之我不交租 當你還債 99年 跟當年英國佬 挖走新界 有什麼分別 完全沒有分別 所以如果你夠膽說 挖挖 英國沒有佔領香港 沒有所謂 如果你現在夠膽說 當年英國佬 跟滿清遷 99年租約 不平等的 叫做不平等條約 叫做殖民地行為 請問斯里蘭卡 現在發生什麼事 很開心 第二個就是馬爾代夫 一無一樣 一穩無一樣 所以沿途的國家 已經看穿了這件事 你以為中國的錢很賺 但是沒有免費午餐之餘 還要吃死你 所以馬來西亞反桌 其他人反桌 反不及 其他陸續會來 看著你 所以這群人真的看穿了一件事 到底你想變成中國的殖民地 還是你會一起去劏肥豬 有美國人帶頭 你不劏肥才騎 所以我的預計很過癮 就是說如果有衝突的 美國的印派艦隊上面 美國是印度太平洋艦隊 會聯同印度的航空母艦 真是醜到爆 封鎖你南海 封鎖你南海 然後菲律賓那些 就算是撐獨木舟 都可以打破你 很簡單的 你南海有水有食物 當你空中海上補給完全切斷 你看你玩了多久 除非南海有本事海水化淡 然後自己撈魚來吃 我又看你玩了多久 所以你一封鎖南海 很快就玩完了 問題是如果我是以南海 各國發生軍事衝突 我又玩聯合國那招 我們維持治安 禁飛區呢 海上保安區呢 我不讓聯合國沒有授權的 艦艦和飛機進入衝突範圍呢 那你會怎樣 那你就等於封鎖了 所以這我就會覺得很過癮的情況 而我賭了一棵很過癮的大小 中共得會還坡 而且會賭利相迎 即是荒死你不去打他 荒死你不去侵略他 荒死你不去壓榨他 他會給你很多錢 然後就作個故事 就是 抗大內衰事為了人民的福祉 沒錯 抗大內衰事為了人民的福祉 多和平 這些是習慣的 大家明白的 我斷氣沒有了 什麼要補 沒有補充 剛才我們說了今天 在這個 全世界的死記之外 我也看到今時今日 你會發現很諷刺 就是繞一個大圈 誰知道繞一個大圈 向後吞 回到滿清 袁世凱有兩招很絕的 大家的而且忽略了這件事 就算說平反又如何 你看看袁世凱 蒙古和新疆 是誰出兵保住的 是袁世凱 當年所謂疆獨 俄羅斯 當年共產革命 白俄有一部份的軍隊 是流傳去了新疆 而扶植了新疆軍閥 自己成立東特厥斯坦 誰出兵打走東特厥斯坦 是袁世凱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那個五色旗 去打走東特厥斯坦的所謂佔領軍 保住新疆省 然後外蒙 一模一樣 是袁世凱發兵 又是趕走俄羅斯人 所以基本上袁世凱保住中國版圖 做了很多事情 誰送走的話 中俄物約是誰簽的 即是你發現袁世凱 其實他的軍事上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瑕疵 沒有瑕疵 他的起步點就是在日本 大家知道東學黨之旅 當時他是 由朝鮮 當時都三十歲好像未夠 對 他平了 所以搞隔五戰爭之後 日本是一定要引導袁世凱 去日本 因為這個人是唯一做錯的 是唯一有本事跟日本打過 就是周全 當然他也繼承了李鴻章的衣撥 中國整個現代化 他是真正的正統繼承人 似乎當日他去到不知道 什麼事 你說他年紀大 機器懷疑點 最後被他旁邊的人影響了 歷史是這麼說的 歷史總之很諷刺 他不稱帝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如果他不是傻子 他是個總統可以做到他死的 你隨便改名字 總之不稱帝 是 終身大統裁也可以 不是 國家主席也可以 OK 好了 袁世凱又死了1802年 我們就 現在這個詞在大陸搜尋不到 搜尋不到 搜尋不到 最近的事而已 OK 希望大家吸水歷史的教訓 還有中國在 我覺得唯一 看回後 真的有機會走上一個 正常一點 現代化的路徑 其實袁世凱是一個 機會 算了 歷史已經錯失了 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再感嘆過去也沒有用 大家向前看 短期之內 就收割一下 抄售事務沒有意思的 揮鬧高炒才有意思的 似乎這些波動是會繼續有的 因為周邊似乎有很多這些 應該就是壓力越大 反彈越大 為何經常說壓力越低 反彈越高 另外一件事 最關於香港的事 美國應該也有部分聲音 開始要重新審視香港關係 是的 這個是跟我們有關的 上次不是說 那時候搞笑 極有關係 現在由中國發聲 叫美國要確守中英聯合聲明 但是還未動到 你何時看到中國 這麼緊張中英聯合聲明 還未動到 但台灣那邊正在動 所以肯定已經進入了 即是美國周氏一個政治程序 進入政治程序 即是已經在做事 如果美國會去攬台灣 沒理由不會不踩香港 你也有這麼多事情搞 他沒理由 香港的高官一個二個 亦都已經表明了獨立的心志 是不關事的 香港不是中國 那些官員說的 香港不是中國 自己說的 獨立關稅區 你別理會 我們也不理會 你打牛肉戰 我們就不關事 香港不是中國 就是敦促美方遵守 美國的香港關係法 將香港視為和中國 一個不合的地理 如果是政治正確的話 精神一定不正常 上次的政治正確事件 你什麼加科呢 剛剛又是香港人的六四 那兩位議員 就是說了香港不是中國 被人拘捕去坐牢 他只是說香港不是中國 被人拘捕去坐牢 現在一個二個不是民主的高官 說香港不是中國 那就可以了 先拘捕不拘捕 到時如果用大陸的玩法 就是當政治鬥爭 他輸了 那就可以拘捕他 當然 香港比較難 就沒有這些事情 但凡你是政治正確 你的精神 就不是很正確 這麼簡單 大家又有一句 在香港 現在就是指華臣的留言 你連瘋子都不正常 那我們 今晚不關心 明天明天會大吵 是 有發過爛材 所以就給我 準時開麥克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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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